你看 我就说你这画淡妆好看吧 这样显得清纯 赶紧聊啊 你看我 有什么不一样吗 没啥不一样啊 我换了新的口红 换了新的裙子 你看不出来 人家画个淡妆 你就看出来了 那是我给他的意见 我当然看得出来了 意见 你是他什么人 不会吧 真的假的 你的男朋友喜欢上别的女人了 是那个女的勾搭他好吧 放心吧 你现在是DI的经理 人长得又那么漂亮 谁能比得过你啊 对呀 我是平平常常一个小人物 可人家是拼家世的富二代 再说 那女的长得 不难看 富二代 那女的是谁啊 我们公司的前台 前台 可她是天启集团的千金啊 天启集团 怎么还不回来呀 怎么还不回来呀 你去哪儿了 这么晚了 你喝酒了 任煦 你是不是后悔和我交晚了 你怎么会说这种话 我也没想到 你是个吃着盘里的 看着锅里的人啊 我念思琪有那么多男人追 我却选择了你 你还不好好珍惜 还总惦记别的女人 我惦记谁了 那个陆青啊 你们俩总没来眼去的 你哪来那么多话跟她说呢 不是 我跟陆青真的就只是同事 而且你平时那么忙 我也不能打扰你吧 咱别物理取闹了啊 物理取闹 你说我物理取闹 你有什么话只能对她说 不能对我说呀 你说呀 说不出来了吧 心绪了是吧 不是 不用说了 我明白了 你又明白啥了呀 司机 司 司机 你误会了 我跟陆青什么都没有 而且 我 你平时那么忙 我一个人人生地不熟的 我就找人聊天而已 司机 除了你我就跟他稍微熟了一点 司机 我发誓 我绝对没有对陆青有任何想法 你真的误会了 你真的误会了 司机 司机 哎呀 你的表情怎么看上去那么失落啊 我觉得 我跟司机的差距越来越大了 说实话 我根本就不适应在DI上班的这种生活状态 可司机不一样啊 他到哪都能很快地融入 我这每天看他忙来忙去的 想帮忙都无能为力 虽然 司机 他平时脾气大了点 但是他耿直 心眼好 说白了呀 就是刀子嘴豆腐心 我就喜欢这么纯粹的他 能和他在一起 我就想更加珍惜 这份来机不易的感情 但是 我现在害怕了 我怕我会拖他的后腿 我怕他会不幸福 我更害怕 他对我会越来越失望 不会啊 我倒觉得 他挺在乎你的 你想啊 如果 他对你失望 他就不会这么在乎了 更不会 心存忌妒 忌妒 是啊 既然 他选择了你 你就应该 相信他的选择 司机 你别误会我跟陆青之间的友谊行吗 有意 人家是好心 怕造成咱们俩之间的误会 所以才跟你解释 你干嘛冲人家发脾气啊 你是我男朋友 你不向着我 你还向着他 你还好意思说只是朋友而已 谁有理我 谁有理我在谁这边 四姐你以前不是这样的挺善解人意 怎么最近老是对我发脾气 我都搞不懂到底哪惹你了 咱们能不能好好的不吵架呀 行 除非你以后不再跟陆青说话了 我就算我不跟她说话了 难道我这辈子都不和任何女的说话吗 你答应就答应 不答应就拉倒 任逊我告诉你 你女朋友不喜欢这件事情 你从一开始听到 就应该毫不犹豫地点头答应 你知道吗